能打赢谁就打谁 那是自然 不对不对不对 我不是那个意思父啊 王叔 甘大夫安好 二位公子安好 公子荡 公子继安好 公子继 你手里捧的是什么呀 众臣为公行还是公署之事相持不下 父王令众人各上书表叙述 这么说 大王是要二位公子拿着他们的书表叙述去学习 正是 二位公子慢走 王叔甘大夫继而告辞 好 走好啊 王后是想立公子荡为大秦王储 可为何又提议让公子继一同百师学道 樗里子是怕公子继天赋异禀再由芈月诸针 把公子荡比了下去 你我调教公子荡数年 让一个六七岁的小儿比下去 总是丢人 樗里子不用多虑 这宫里人们要提起此事 就说公子继是公子荡的小半毒 半毒 只有太子才有半毒 狄公子当太子之前也可以有半毒 这是不是半毒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们心中的继承事实 这计谋不像是王后的心术 倒像是出自甘大夫的手笔 樗里子过誉了 你这次陪司马将军送书表 能在咸阳待上几日 司马将军可以多住几日 我明日就要起仇返回郡中 就这么点时间你还来看我 想人想念姐姐吗 还有 司马将军也特意嘱咐我 一定要来看望姐姐 司马错将军提议伐蜀 而张仪提议伐寒 你来见我 是希望我能在大王面前禁言 帮司马错一把 什么事也瞒不过姐姐啊 你可知道 张仪也托我向大王禁言 见义伐寒 那姐姐如何去做 我谁也不帮 我只看大王自己的意思 你就没有别的事情要跟我说 咱们的小狼弟弟白旗怎么样 他呀 他就是个半疯子 打起仗来不要命 而且他打仗的风格特别奇怪 从百夫长升到大都统 再到偏将 只要他出兵仗仗皆胜 就连司马将军都说 带兵二十多年 还头一次见到 像他这么有天赋的将士 你有没有把 《孙武十三篇》交给他 交了 当然交了 不过我觉得他好用骑兵 不落苛旧 兵法在他手里多有心意 总有一些出息不意的效果 他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好好待他 不要过分拘着他 你 家人知道 见过夫人 这些都是蜂巢吗 是 夫人 宫里曾经也有人养蜂 但这样的蜂巢 还真不多见 这些蜂巢都是宝贝 是大王命人千辛万苦 从属地依赖的 再好的蜂子 也还是蜂子嘛 为何就成了宝物啊 奴才听说 王后酒壳 引起了头痛病 后来吃了五都山的 一小瓮衙蜜 病情立刻就好了许多 王后自此 心里就总念着那衙蜜 大王得知 专门派人去了蜂地 费了不少功夫 才将这蜂巢移回到宫里 好了 你去忙吧 是 还记得吗 那五都山的衙蜜 还是你托人带给我的 如今有了这些蜂巢 王后想要那衙蜜 就唾手可得了 大王对王后 还真是体贴啊 我若是告诉你 这些蜂巢 是我请求大王 派人去蜀地弄来的 你可相信 姐姐为何要为王后 煞费苦心啊 这两年 看着稷儿渐渐长大 我总会想起 在楚国的那些日子 想起楚国的人和事 那时候我跟她 姐姐提起的那个人 是楚国的公主 不是秦国的王后 如今王后已经 与你有隔膜了 我可是听到了一些 从她宫里 传出来的难听话 宫里人背后传话 不可兜信 何况眼下 王后对我和稷儿 真的很好 她还提议大王 让稷儿和公子荡 一起拜师学道 还常常在大王面前禁言 说稷儿天赋过人 那是妖美人心 你就不能往好处想 这已经是最好的 你不知道 外面都在说 稷儿再给营当做半毒 半毒就半毒 有什么不好的 我不喜欢 好了 就让千里迢迢赶回来 也不是为了招惹姐姐生气的 太阳都偏西了 我也该出宫了 走吧 姐姐送送你 朝中为伐寒还是公蜀 已废议夺日 今日寡人想听听诸位高见 钟爱卿当各书己见 畅所欲言 这事要从长计才好 公蜀总无常 法蜀也不易 这事啊 要从长计才好 是啊 是啊 大王 臣以为秦国若要长治久安 称霸中原 必须伐寒 长相相差卿 光明大 这宫皇将军 您请不可谈 是啊 是啊 我们没有什么大的意见 他们若意见相索 这出难办 当日公孙衍五国联兵 就是自侍奉了周天子之兆 臣以为若要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打下韩国 控制周天子当为首选 继续说 臣以为 我当与魏楚先梅结盟 让魏王发兵三川 再让楚国兵临南政 我秦军去攻打新城 遗阳 兵临落役丞下 逼周天子献出九鼎和玉玺 秦国方能携天子以令天下 天下莫敢不从 遂成就帝王之大业 大王 大王 张子的主张听起来头头是道 但实时起来难上加难 如今大王获取天下疆土 当先义而后难 八蜀眼下有节奏之乱 若以大秦之兵力去攻打 如豺狼 如群羊 取其地足以广阔国土 得其才足以富民养兵 我大秦借道八国并吞八蜀 而天下不以为报 历尽西域而不会引起诸侯反对 是以一举而名食两腹 而又有禁暴 正乱之名 臣不以为人 想那八蜀乃西辟之小国 就算是秦国 能借到八国公蜀 别忘了八国入蜀之道 艰难齐驱 我大秦为攻打八蜀兴师动众 却与大秦的霸业无关 劳其重而不足以成名 得其帝而不足以为力 臣闻争名者于朝 争利者于世 而今三川周氏 乃天下之世朝 大王不争于死 反去争八蜀 离王爷远矣 大王 若我大秦攻函些天子 必遭诸侯同仇敌忑 迫使他们再度联手 对付秦国 周氏可将九鼎赐予楚国 韩国也可人痛各地于魏国 诸位两国得利后 随时会与秦国分道扬镳 若他们再度联手齐诏之兵 围攻秦国 我大秦必将陷入危险之地 司马将军威严总听了吧 张国相私心获国 我有何私心呢 眼下公孙衍就在韩国 章子与他不共戴天 只怕章子是想借伐寒 讨伐公孙衍吧 你说我公报私仇 章子敢指天发誓 说伐寒与那公孙衍无关 好了 今日到此为止 你们二人各自在上奏章 详述意见 太师令 在 将他二人今日之言 再抄露一份教育寡人 是 荡儿和稷儿 此刻是否还在成名殿读书 回答我 先生这两日让他们帮着私农处 核对土地和户籍 稷儿 父王 你王兄呢 公子 慢点 公子 公子 快点 拜见大王 拜见父王 你这是到哪里去了 荡儿 荡儿肚子不舒服 如厕去了 这是你的功课吗 这么一点小事都做得如此潦草 将来如何担当杂任 儿臣该死 土地丈粮 户籍登记 乃是国之命脉根本 你怎敢轻忽致死 你是寡人的儿子 不但要有无敌之勇力 更要有治国之本事 你看看稷儿 他是你弟弟 年纪比你小 做事却用心竭力 一丝不够 图图画画 打不得天下 先生每次让儿臣论兵法 论不正 儿臣都是条理分明 论兵法阵阵有词 论正物笨嘴诛舌 习武艳文 你顶多只能做一介武夫罢了 如何担当大任 孩儿以为 天下都要先打下来 才能谈及智力 你以为天下是野牛闯阵打下来的 打天下是要靠心思 而不是蛮力 是 儿臣知错了 儿臣这就去把先生的功课完成 记住 这不是先生的功课 是你自己的功课 是 起来吧 谢父王 身为嫡公子 应该为其他兄弟的表率 寡人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恨不得一日当两日用 哪像你这样 好了 先生给你们的功课 以后再说吧 今日父王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功课 是功成略地的事情 是 朝廷众臣为伐寒还是公署 已废议了多日 你们都看过张国相和司马将军的书表叙述 各自回去好好想想他们的长短利弊 三日后 与父王讲述你们的主张 是 王后 您不必太担心公子 公子年纪还小 贪玩也是正常的 等公子长大了自然就好了 只是奴婢不明白 王后为何要抬举那芈月的孩儿 让他跟咱们公子在一起听先生传道授业 就算是要给公子找半毒 也该找个憨厚老实的 长此以往 长此以往 荡儿就知道什么叫饥不可食 食不待我 就知道做人做事如履薄冰 可是那公子稷处处都抢了咱们公子的风筹 处处 我看也未必吧 要真让他谈兵论将 他铁定会输给荡儿的 母后我回来了 荡儿 怎么了 怎么愁眉不展啊 你这小脸蹭的什么 父王今日给我们出了题目 让我和公子稷论述乏寒公蜀的优劣 若论寻章摘据 那公子稷说不定能抢个头彩 可论功成略地 是荡儿的擅长啊 话是这么说 但又古是真的带兵打仗 纸上谈兵 就连满朝文武都各说各的 孩儿怎能有失足的把握 你去请教你王叔和甘大夫 他们定能给你指点 对啊 慢点 我不睡 我不睡 既然当是这样了 你不知道 我不睡 哎呀 好了 好了 稷儿 娘亲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稷儿今日提出 要跟我们变寒与鼠 说若变不赢她 她今日便不睡了 我们三人说 夏日莲花冬将雪 寒有寒的好处 鼠有鼠的悠长 用不着变 她竟跟我们生气了 娘亲 稷儿 要跟婆婆她们变寒与鼠 不是寒与鼠 是寒与鼠 娘亲知道了 稷儿是想变秦国眼下 是该攻寒还是伐鼠 对吗 嗯 这是父王留给我和荡哥哥的功课 不错 稷儿不该为难婆婆她们 若要变 该找侧师们去变 娘亲明日 带你去四方馆 好吗 好 太好了 今日晚了 稷儿该睡了 嗯 依彼人看来 国相立主攻函 自有她的道理 自从公孙远投奔韩国 得到韩王的赏识 她具三晋 窃周天子之名 蛊惑列国以秦为敌 以报我大秦未能重用其之仇 报张子排挤之恨 而张国相 也必然使公孙远为大敌 因此也会对三晋之地 和周天子的号令耿耿于怀 可我认为 司马错将军的主张更有道理 若要强兵必先复国 若要复国必先扩张领土 欲行王道必先得人心 这三者齐备 则帝王之也自然可得 比人看来战事可行否 全在稳妥二字上 大王他们都到了 拜见大王 免礼 朝会上众臣为了攻函还是伐蜀 已争论了多日 今日寡人请你们来 是想让你们跟着看点新鲜的玩意 王后请稍等 今日大王考荡儿和稷儿的功课 姐姐近日闲得发腻 所以邀妹妹前来 一起凑个热闹 荡儿有绝伦之力 高尸之之志 稷儿只能以擒捕捉 大王虽器重荡儿 但荡儿也还须亲兄弟帮衬 王后 阿子请 烈国兴吧 我秦国若能挟休于之战的余威攻韩国 韩国并没有余地和我们作对 战三川天险 邪天子以令诸侯 世人都可以看出此举措有利于秦国的百年大计 父王 休于之战 秦国自己损失了数万将士 因为打仗 秦国错过了农时 去年纪年的收成都不好 如何支撑来年的战士 所以才要打打仗 才要攻韩啊 这两年的收成 反正是注定损失了 就只能从战争中获得 与韩国交战 占领城池和土地 就能获得收成 若是能够挟持周天子 还能令各国上宫 万一败了 或者僵持不下 那秦国就没有退路了 我大秦威武之师 怎么可能败呢 僵持也不可能 定是一战而胜 胜败乃兵家常事 谁能保证每仗必胜 那公韩没有必胜把握 法蜀就一定能赢吗 这么说 荡哥哥其实认为 公韩 法蜀都可以 能打赢谁就打谁 那是自然 不对不对不对 我不是那个意思富二 这么说 咱们公子和银记变成了平手 谁知道是不是平手 你问母后和珍珠吧 那是咱们公子谦虚 变成平手 还不是为了给那盈记留点面子 这寒蜀之争 朝廷众臣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变成平手就已经很好了 甘大夫说 公韩法蜀难说对错 让你跟随张仪的说法 是因为张仪善变 又有大王的赏识 一定没错 可你怎么说着说着 就跟着盈记的说法走了 既然各有千秋 难说对错 那跟谁走还不一样 那你自己可有间谛 我有什么间谛 你们要我怎样我就怎样 好了好了 你也累了 去歇歇吧 这事还没有完 父王要我们过两日去四方馆 四方馆 那地方平时可是乱得很 大王总会让你去那儿 四方馆近日开了新的赌局 厕士们都在下注 赌的是父王到底是公韩还是公蜀 父王要荡儿和公子进也去下注 大王大概是想试试公子的运气 大王此举必有深意 不就是个竹签吗 荡儿 那小小竹签 你可千万不要轻易投出去 早投晚投 反正都要投出去 万万不可 那怎么办 我不能走在手里攥着吧 我寻思 朝堂上反对公蜀的人多 测试们应该也是如此 最周全的办法只有一个 你先在边上细细看看 别人投的是哪种签 跟着大多数人投 该是赢率高一些 孩儿知道了 大王八字来了 大王 时下阳光灿烂 你的脸却是阴雨绵绵 坐 大王 明月又一事不明 何事 大王 想让荡儿和稷儿 对公寒还是伐蜀各疏己见 眼下又要让他们两个人去四方馆投注 这是为何 你向来百灵百利 你说是何意 大王 是想让荡儿和稷儿相争吗 寡人是想看看自己孩儿的才干和天分 寒蜀之争 本来是朝堂之争 可眼下这样 恐怕会弄成荡儿和稷儿之争 这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甚至是猜忌 谁会猜忌 都下去吧 都下去吧 说吧 谁会猜忌 我怕 会引起王后的猜忌 荡儿和稷儿 都是寡人的孩儿 就算他们相争 又有何不妥 况且王后也不至于心胸如此狭窄吧 大王 当然是嫡公子 大王和王后 都指望有一日立他为储君 继承秦国大业 事又如何 大争之事 互争雄长 幽存劣败 无论别人怎么争 都不要拿稷儿取相争 再好的刀也是磨出来的 大王 可我不想让稷儿当刀 只想他做磨刀石 芈月 寡人宠你 但你也该之分寸 求大王 放稷儿一马 稷儿不单只是你的孩儿 也是寡人的血脉 大王 你回去吧 以后吴轩 承鸣殿就不要来了 来 来 来 娘亲 你在想什么呢 娘亲在想稷儿 在想稷儿的什么 在想稷儿的将来 想稷儿 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稷儿知道自己将来 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像娘亲一样的人 稷儿为何不说 要成为父王那样的人 你父王可是大英雄 先做像娘亲一样的好人 再做像父王那样的大英雄 稷儿说得对 首先 我们要成为一个好人 将来 才会成为一个大英雄 明日稷儿要和大哥哥一起去四方馆下注 娘亲有什么要嘱咐稷儿的 无论别人怎样 稷儿 只要用自己的心去下注 就不会错 稷儿知道了 再说 不得了 在下 冷三农张胜 他 赎到崎嶼兼 功战法蜀 兴师动众 德不成师 在下 主张公寒 这公寒 可以走三步其辰 一份下两个 愿闻其详 愿 老师 亲善畏主 雍公子 张相今日好清闲哪 当清闲时则清闲 张相心系公寒大事 到这四番馆来 难道也是来下注的 或是来看别人下注的 何人下注 能让张相如此刮心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不及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补计 张相觉得大王究竟何时才能决断 公寒还是伐蜀 快了 快了 你如何算得快 我 腹地偏远 劳师伐众 不足以城威名 我会掐算 而创建王爷的关键之地 三川 我要抖的人来了 伐蜀已成功之夜太远 不以示诱 来来来 公寒 伐蜀 伐蜀自取其辱 公寒得不成事 远交进宫乃用兵之道 公寒必定要成为我大秦国策 当然是要公寒了 挟持天子 乃是犯天下之大不为义 二位公子 等一会儿啊 就秦国而言 眼下并不具备 号令诸侯的实力 是不是 对 三家分进天室带齐 天下早已经礼崩跃坏 周天子还算个屁 公寒 来 拿着 这是你们投注的竹签 二位公子不必太拘束 可以四处走走看看 只要在四方馆天黑关闭前 你们进行投注并可 好吗 韩魏两国为何不先下手为强呢 就是因为实力不够 反而还会引起重度 凌云几个 成为攻击 是不是 是 罚蜀 罚蜀就那么容易吗 茶国八国 都是想借助秦国的力量而自保 简直一派胡言 由举国和八国引路 罚蜀就是顺势而为应势而动 所以必须得罚蜀 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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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继 老伯 你认识老伯吗 当然认识 好记性啊 老伯是你娘亲的挚友 公子等一下 你看看 蜜豆 公子喜欢吗 那咱们来找个地儿吃去 好 走 慢点 慢点 手伸出来 好吃吗 你看这里是不是很乐道 罚蜀 一定要罚蜀 他们好有趣 家树上的鸟 每日从天明吵到天黑 下一日再来接着吵 这里的人就像流水一样 得志了 就出去做事 不得志了 就留在这里 你看挤起来 你看极挤咱咱地吵嘴 那老伯是得志的 还是不得志的 那公子既然在这里遇见老伯 可见老伯是不得志的 老伯大气晚成 大气还还晚成 那老伯就借公子齐言 你看老伯盼得知 头发都盼白了 眼下有个机会 不会叫看公子 敢不敢帮老伯了 你是来偷住的吧 那你想好了没有 是要公寒还是法术啊 没有 公子若是投注于公寒 那老伯就有可能得知 怎么了 这蜜都坏了 竟然不吃了 坏了 没话呀 好啊 你是不想说了 拿蜜豆来做托词 对不对 嗯 吃了老伯的蜜豆 就不能用自己的心 去下注了 不值 好 说得好 你果然是你娘亲的孩儿 主两国一贯善变 都与伐输 是否愿意与秦说为有 是否能够拿出兵 又一个 十四个 还是是一贯 尤其是 这些诸侯国 这些诸侯国 是否成乎 很难说呀 你们两人 今日到四方馆投注 都投了哪一边 儿臣 儿臣投的是公寒 为何是公寒 儿臣在四方馆 看到侧师们 大多主张公寒 而前往投注的人 也多将 竹签投进公寒的箱子里 这说明 人心所归 为道与异 稷儿呢 儿臣投的是 法蜀 为何投法蜀 因为儿臣 看到有太多的侧师们 主张公寒 而大多数的竹签 也投进公寒的箱子里 所以 你要反其道而行 父王不明白 稷儿看过 父王与娘亲下棋 娘亲总说 人人皆知的棋路 你的敌手也一定知道 稷儿的意思是 打仗要攻其不备 出其不意 如果人人皆知的路数 反而做不得 因为你的行为 都在别人的算计之中了 对吗 你过来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是谁人教你的 无人教我 不是你娘亲 让你这么说的吗 不是 娘亲说 让我用自己的心去下注 反其道而行 樗里子说 大王还夸那营记 说得有道理 甘大夫让奴婢告诉王后 不必过于担心 就算那营记的话 正对了大王的心思 并不代表此事可行 蜀道艰难 金汤地险 要不然这么多年来 秦楚两国虎视眈眈 却难合不了巴蜀 就是这个原因 此番巴蜀相争 巴国主动邀请秦国入蜀 的确是个公蜀的千载难逢之好机会 尽管有八人引路 走得通走不通还是个疑问 说不定大王就会知难而退 王后 你又头疼了 去 给我冲一碗芽蜜水来 是 张子 我这次专程来你这儿 就是想问问您 您是否真的以为 假若我大秦宫巴蜀 必大于利 芈月 你怎么也说这种糊涂话呢 巴蜀一直是秦楚两国的必争之地 可是蜀国跟楚国交好 一旦灭了八国 楚人就能借汉中而入巴蜀 对秦形成威胁 反之 秦国若能利用巴蜡两国之求援 引兵入巴蜀 以巴蜀之负数 定能成为秦国之粮仓 那样秦国的关中汉中巴蜀 就能连成一大片了 张子好贱贱 但是别忘了 蜀到齐驱 难死更偏哪 张子 蜀王最喜欢什么 蜀王贪 可无补于事 你该不会真以为 他接了我们的财物 就能把江山拱手送给我们 有戏可成 总好过无懈可击 张子真的赞同罚蜀 是 大王 楚若得蜀可以押秦 秦若得蜀可以罚蜀 有朝一日 大王若能将蜀国纳入囊中 这天下就得了一半了 可你当初 我当初 当初 张仪太过看重 个人荣辱恩怨了 我与那公孙衍 不共戴天 总想除之而后快 再加上蜀到之艰难 让微臣又找着了一个 为而却步的借口 眼下恩怨仍在 蜀到仍难 张子却变了 张仪 张仪私心再重 他也重不过 大秦的江山社稷 况且微臣已经找到了 将蜀到变得容易的计谋了 何计 老子曾曰 将欲废之 必顾兴之 将欲夺之 必顾羽之 要得蜀国 大王必先给予之 给予 给予什么 那蜀王贪财 大王可先给予他财物啊 怎么给予 大王是否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 靖国的智伯 欲罚仇有国 可是仇有国 山高路线 于是 智伯就命人铸造了两口大钟 再以广车赠予仇有国 这仇有国想将这两口大钟 搬运回自己的宗庙 于是只能派人移山填水 专门修建了一条大路 好计 好计 张子不愧为寡人的智囊 把穆监给我叫来 是 大王 大王是否想知道实情啊 有何实情 这骗蜀王如何过蜀道的主意 出自张仪 但大王还当酬谢一个人 那是何人 芈八子 是芈八子小义大义 点通了微臣的心志 芈月 说来惭愧啊 张仪身为国相 有时竟然不如大王身边之女子 芈月并非寻常女子 这话寡人早在心头已经说过 可惜她不是男人 大王 患脑奴何事 集宣处理集 甘茂司马错 到宣氏殿一正 是 张相 听说前几日 芈月和大王闹了口诀 再也不肯去承明殿了 大王心中唯有她一人 她越是不肯去 大王是越割舍不下 嗯 嗯 唯 唐夫人 魏良人 八子 八子 这几日我和唐夫人为了这池塘的事情 绞尽脑汁 实在技穷才请你出山 这池塘如果开在这儿 荣山医术小径通幽 十分雅致 可我担心把灵河种到这儿会枯萎 这可怎么办 荷花喜光 贪恋日晒极不耐阴 池塘开在山背 平时日照时间就短 是难了些 不过 这池塘虽在山背 但这小山走向本来就是东高西低 可将这边的树木伐掉些 让早晨的日光照到池塘 联合必可受益 把这边的树木伐掉 岂不显得残缺破败 我正为了这山坡景致过于荒凉而发愁呢 不如借机修一条小径盘上山坡 再在山坡上修一处凉亭 这上有凉亭 下有荷塘 还多了一景 太好了 可谓一箭双雕呢 大王 园子里景色燎人 大王要不要出去散散心呢 不去了 那园子陈年旧景 没什么情趣 卫良人 唐夫人 黑米八子 正商量着 凿山开渠 饮水渐亭呢 寡人 还是出去走走吧 大王这是要去 你不是说园子里的风景不错吗 是 你们几个在这儿打个庄子 做个标记 一会儿再去山坡上做个标记 是 八子 拜见大王 拜见大王 免礼 听说为了这个园子 你们几个用心得很 亲力亲为不容易啊 臣妾愚钝 不能在国事上为大王分忧 只好做些柿弄木头泥瓦的小事 苦心经营 单思节律 花的心思都是一样的 大王过誉 大王 我们还有选建亭子的地方 就先告退了 好 你们忙你们的吧 哟 大王数岁 老奴忘了炉子上还正煮着茶呢 去去救他 老糊涂 你们几个也都走了吧 是 你往日见了寡人喋喋不休 为何今日莫不作声啊 芈月怕言语有失 冲撞了大王 还顶罪 这些日子啊 你一次都不来承明殿 原来是一头钻进这山水中的 大王 先别说自己的委屈 朝中众臣公含法蜀之争 已经演变成了义气之争 臣子之间因此有了嫌弃 很难再商议下去 我让两个孩儿以此为题目争论 同言无忌 大家都是旁听客 反而容易明了两方各自的主张 立弊就越辨越清楚 你这个丫头啊 不从大局着想 还跟寡人说什么抹刀石啊 原来如此 芈月懂了 你约错了 望大王恕罪 看在你帮助张仪的份上 寡人这次就宽恕你了 我下证 那让娘亲想想 啊 该下哪儿啊 今儿 大王 来 父王 你好久没来了 可有想念父王 父王 我好想你啊 今儿又中了 今儿快下来 父王累了 来 公子 走了 小公子 我们出去玩去 来 来 大王面带喜色 定有佳音 张仪的计谋成了 寡人让张仪在蜀道 放置了五只石牛 夜里悄悄让人 在石牛屁股下面放金子 蜀人以为 石牛会拉金子 马上报告蜀王 蜀王大喜 排除力士 开山辟道 要拉回这五只石牛 看来蜀国已在寡人的掌握之中了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寡人若得巴蜀之地 水陆可直通楚国天险 寡人若得巴蜀粮仓 将来再有大战 秦国便可无后谷之忧 此番谋划你立下了大功 你若是个男人 此功可封尚侯 受十亿千户 如今臣妾亦是受千户之绝 所以大王就不用再赐臣妾什么了 月儿 寡人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至少你该为稷儿逃个封赏 那臣妾暂且记下 本有一日再来向大王讨要可好 不好 寡人从不设章 那今晚老伯再背月儿一回 好 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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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315年 秦军借到八国 占领成都蜀国灭亡 又借茶国与八国劳军之际 一举灭亡了八国和茶国 尽收巴蜀之地 从此秦国从水陆可直插楚国大后方 秦军拿下八蜀之地 大王今日在朝堂上奖赏公占八蜀的有功之臣 竟然还特别夸赞了公子稷 说他立主公术 见识过人 可与那神童相 相什么相比 相 相什么 神童相驼 他七岁时 孔子遵他为师 这殿外边怎么这般喧闹 大王欢喜 论功行赏 宫内外 谈官相庆 吵得我头疼 转眼又是一年春日了 光阴似箭啊 春光依旧物是人非啊 姐姐可曾听说 张仪前几日在朝堂上说 大秦疆土现今已扩张数倍 江山社稷需要后继有人 他建议大王考虑立储 还说应当立掌 立贤 却只字未提立敌 朝中的旧族也有人公开推举公子华 这下 王后的头疼病定会越发厉害了 嗯 王后的头疼病加重 大约还因为秦军占领了巴蜀之后 楚国的水路洞开 秦军自巴蜀沿水道入楚 可谓便利得很 他的王兄啊 又要来信骂人了 小心点 别弄洒了 王后 唐夫人 魏良人 王后好兴致啊 过去只知道蜂蜜甘甜 殊不知 这一点一滴的蜜糖竟来得如此不易 好在这园子里 一年四季 花儿朵儿 开得到处都是 疯子们也不缺食 王后当心 这些疯子与内侍们相处惯了 熟知了他们的气味倒也没事 但若是陌生人 他们会毫不客气 唐姐姐 我们也要离远些为好 姐姐放心 我来之前一定是洗干净了胭脂水粉 要真是被这疯子遮了 的确是件麻烦事 如此 王后以后就不要到这里来了 姐姐们有所不知 我这头疼病一犯起来 半条命都没了 前一年开始喝牙蜜 说是有效 可以时好时坏的 前些日子偶然路过这里 和这些疯子们相处了片刻 头疼竟好了许多 这么说 王后倒与这些疯子有缘分 可不是吗 色泽如金 澄清透明 芬芳诱人 果真是好啊 嗯 你去让人再打两罐 给魏良人和唐夫人送过去 是 母后 荡儿回来了 稷儿也来了 拜见母后 别拘着 过来 让母后好好看看你 多玲珑剔透的小人 难怪人见人爱 我让荡儿把你带过来 是因为母后给你娘亲留了些新鲜的蜜糖 让你带回去 谢谢母后 我和你娘亲是姐妹 你和荡儿又是兄弟 以后啊 不分彼此 常来就是 知道了 母后 我饿了 稷儿一定也饿了吧 珊瑚 你去看看 让膳房争的黄米糕好了没有 是 对了 母后这儿 有去年腌的蜜剑果子 珍珠 去拿些果子过来 给稷儿尝一尝 是 是 都这个时辰了 稷儿怎么还不回来 仙儿 惠儿去接了 该是快回来了 稷儿呢 公子被公子当带到王后出去了 王后说要留他用碗膳 我也不好推辞 就只好让霍儿在那等着 王后 王后近日 为何对稷儿这般亲热 姑姑的意思是 这两年 王后一直闹头疼病 最怕嘈杂吵闹 更不惜见小孩子 姑姑多心了 王后是宫中公子公主们的母后 与我更是至亲 通儿 多吃点菜 通儿 你又去哪里淘气了 怎么把衣服都给弄破了 你也是十多岁的人了 怎么还这样酣皮 娘亲不求别的 只希望你跟着先生好好读书 等有一日宗室分封 娘亲也能跟着你出头 才哥 让你跟着公子的 怎么通儿做事莽撞 你也不劝劝他 夫人不知 是那个公子荡 他总是跟咱们公子过不去 每每见了公子 他都挑衅追打 今天也是因为他 公子才摔了一跤 刮破衣裳的 怎么了 为什么不吃了 吃饱了 通儿 有些事咱们暂且先忍忍 再见到公子荡 咱们躲开便是 娘亲 你让我一辈子都躲着他吗 人在做 天在看 多行不义 必自毙 对了通儿 娘亲前些日子 亲自酿了些桂花米酒 今日拿出来一尝 香甜如蜜 财哥 快去给通儿倒一小碗来 是 通儿 别喝多了 这个米酒 不似寻常的米酒 她是由东夷进贡的极品胭脂稻米酿旧的 后劲可大得很 通哥哥 通哥哥 公子慢点 通哥哥 哎 弟弟弟你怎么来了 好久不见 吉儿一直想来找哥哥玩 只是每日功课太多 总是不得空 这两日先生病了 我才能出来玩 这是我心得的 连葵婆婆都说着手一笔得上神匠鲁班 通哥哥喜欢 自然喜欢 那就送给通哥哥吧 谢谢弟弟 眼下我要去江坊店见王后 明日再来找你玩吧 好 咱们去抓缺缺吧 走 东西都对吗 这东西是我托行当里的高手弄到的 绝无差错 不信你可以压过 好了好了 快把框子盖好 真要飞出来 还不知道害死的是谁 把这东西好生放到事前说好的地方 切不可有差池 姑姑放心 退下吧 我给你吃吧 我给你吃了 你会用 我来干准 我还是要做不开 你还要把牧银子 你吃了 ad吗 你非常好 那你感觉 王后 小心烫 今年的新茶果然清香 奴婢怎么闻不出 这几日你闻的不是鲜果就是鲜花 那些香都浓烈冲鼻 这淡雅的清香要沐浴清新后 才能绝出来的 王后说得是 为了熏制那东西 奴婢已经在新鲜瓜果和花朵堆里守候了三日 弄得奴婢身上 也是香气息人 昨日奴婢到园子里去 引得不少疯子围着奴婢打转 还是当心些好 这两日花园就不要去了 是 对了 姑姑 帮我把那套青色吉福找出来 你要出门 到了该祭祀邵司命的日子了 王后约我明日一同去邵司命神祠 给孩儿们祈福 我倒是忘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你都会带着稷儿去的 难得今年王后也挂念着 人念旧物念心 在这秦宫里待得越久 就越容易想起这母国的一草一木 我这就去给你找 人靠衣裳马靠鞍 稷儿穿上这身衣裳 果真是大不同 母后 稷儿可否将这件新衣穿回去给娘亲看 当然 这是母后特意让人为稷儿 明日到邵司命神祠去祭祀而奉制的衣裳 谢母后赏赐 稷儿会好好爱惜这件新衣 真乖 去吧 儿臣告退 这件衣服真是花了不少心血 光这绣宫怎么也得一两个月吧 你们闻到了吗 从公子一进屋啊 我就使劲耸鼻子 这甜香真是让人直流口水 公子的衣裳真好看 香儿做梦都想有一件 公子接姑姑穿几日吧 明日我要和娘亲一起去 孝思命神祠祈福 回来后 季儿还是不给你穿 季儿 快把新衣裳脱下来 小心弄脏了 娘亲 明日季儿穿着新衣去 孝思命神祠 孝思命见了肯定会很欢喜 对吗 孝思命对天下孩儿一视同仁 并不在乎是纯衣百结 还是包衣箔带 但季儿穿着新衣去祈福 是季儿对孝思命的一片敬意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公子好厉害 我们宫中内侍中 有个号称大吏士的 这十所 也不过能举起一百下 公子一口气 也能举起百下 春夜露水大 容易着凉 快把衣服穿上 是 荡儿 告诉母后 你多大了 母后 你难道不知孩儿多大了 告诉母后 孩儿来年就十三了 荡儿都快十三了 长大成人了 母后就是想让你知道 这十多年 母后一直把你捧在心口 母后无论做什么事 都是为了你 母后 这种话荡儿已经听了无数次了 荡儿 大应母后一件事 何事 明日无论如何 都不要出交房殿的门 为什么 日日也在外面 待在殿里一日 精心读读书 有何不好 不好就是不好 听母后的话没有错 公子到 迟到了 看住了公子 千万别让他出门 是 关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这一轮结束了 你过来喝吧 来 这东西是我娘亲酿的 别处喝不到 怎么样 喝吗 好喝 再赏点吧 不行 下一轮 树青亭的时候 你若树得好 就再给你喝 来来来 树青亭 来来来 来 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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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的 你们这是 喝了迷魂汤啊 回公子 这 这不是迷魂汤 这 这是神仙汤 放屁 公子不信 可以尝尝 喝了这个 平常不行的都行了 我这就给您竖个蜻蜓看看 你 今日荡儿若不是吃坏了肚子 就会和我一起去少司命神赐祈福了 这孩子呢 姐姐替他祈福也是一样的 好久没有和妹妹一起 你 在这园子里闲逛了 这以你燕红 草掌英妃 倒是让我想起了当年 你有在楚国时的情景 姐姐说得是 那时候的你我 又比眼下的荡儿和稷儿能大多少 我有时还常做梦 梦见自己仍是年少无知 和姐姐在楚宫里淘气呢 毕竟是梦 你我 都回不去了 给我尝尝 不行 这东西你没喝过 所以你不能喝 啰嗦什么 你快给我 我说行就行 来 见过王后 八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回禀王后 自从园子里引了暗渠 开了池塘 总有人因为胡乱挖落刨树 挖开了暗渠走了水 今日又是如此 王后 让奴婢去查查 是谁如此混账 扫了王后和八子的兴致 奴婢定打她五十个板子 算了 事已至此 打她们板子也于事无补 好在这儿还有一条小路 平日走的人少 但景致还是不错的 婆婆 咱们走这儿吧 王后 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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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快点 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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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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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沸婆婆 王后 王后 怎么了 怎么了 不小心 崴着脚呢 快 坐下心行 快 再来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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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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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不必担心我 你快去追稷儿吧 一会儿稷儿找不到你 该着急了 那 我先过去了